我一直都會使用iPhone SS Mask 我想用最新的電話 但這盤疫情有這麼嚴重 那可以怎樣做? 救命啊 中感痕已經有妄想出現了 家裡也不用出了 原來已經這麼方便了 讓我馬上看看 但是,為什麼家裡的沙發這麼小? 旁邊坐了一個人 我完全不知道 阿山,你是誰? Hello大家好,又是我 我是阿軒 我也相信大家家裡有很多不同型號的舊電話 就放在家裡 我今天也推薦一個服務 方便大家處理舊電話 還有,我也相信大家有些經驗 就是在大鋪上trade in 或者小鋪上都有trade in 但現在跟你說 可以在家裡trade in的話 你有試過嗎? 而我所知,近期封質就有一個服務 方便大家足不足活留在家裡trade in 而且當你trade in的時候 你就可以獲得一個封質的現金券 這些電子現金券除了可以在電話上使用之外 購買任何的電器 都可以用到這個電子現金券 如果你想知道你的電話是多少現金券的話 我們現在就馬上去封閘的網頁 看看你的電話是多少錢 現在就教大家如何用它的網上trade in的服務 然後你就會看到有一個手機回收的服務 按進去的時候 它就有解釋給你聽 它們的電子現金券是可以選擇在封閘的門市 或者在網店購物的時候可以使用的 而且還有一個是超級重要的 就是什麼呢? 可以免費上門回收 如果像我這種懶人不喜歡出家的話 或者又怕外面很危險的話 這個服務是相當不錯的 首先第一步就是獲得股價 等一下就要回答幾個問題 評估你的舊機是值多少錢的 第二步就是預約上門收機或者門市收機的 第三步就是將舊機資料備份 第三步是相當重要的 因為沒有理由你的電話給人的時候 還有很多關於你的資料在這裡 所以記得要還原原廠設定 第四步就是安排合作夥伴 免費上門收件 也可以將舊機送到指定的門市也可以 第五步它到時候會再驗證這個回收價格 最後一步就是拿回電子現金券 我現在就很想知道這部iPhone 8 Plus 究竟是什麼情況 那我們就馬上按一下去train看一看 首先第一步就要選你的電話品牌 我這個是蘋果來的 那就先選蘋果吧 先讓大家看一下 我們是iPhone 8 Plus來的 8 Plus 還在回收 我這部沒有記錯是iPhone 8 Plus的256GB 顏色應該是這個黑色來的 香港碼的機身問題 機身有沒有損呢? 機身我保養得很好 機身應該是沒有損過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保存電話也保存得不錯 除了我的螢幕貼之外 螢幕貼是有破損的 不是螢幕破損,是螢幕貼是破損的 機身有沒有彎曲呢? 嗯,機身沒有彎曲過的 機背的玻璃也沒有損壞 螢幕的問題 螢幕有沒有損? 螢幕貼就有損了 螢幕玻璃也沒有損 螢幕有殘留的影像沒有 螢幕不能正常使用 前置鏡頭用到 後置鏡頭用到 相機有塵滑印 相機可能都... 有些微塵? 但... 不多明顯 應該沒有塵的 所以指紋、Face Eye這些都可以正常用 可以正常充電 這部沒有損過機的 震動可以正常使用 指南針都可以正常使用 完全沒有任何的問題 OK! 嘩! 我的iPhone 8 Plus 回收價格還有1900元 其實挺好的 因為這部iPhone 8 Plus 我已經很久沒用過了 既然現在回收價格還有1900元的話 之後可以拿1900元的電子現金券 去封閘購買其他電器去使用 還有Hidy近期想買個焗爐 可以幫我省一筆吧 我先試試選上門收機服務 如果你上門收機服務的話 只要你登錄、打電話就OK了 記得要填你的地址、上門的日期、上門的時間 電子現金券的類別就可以了 記得要輸入你手機本身的Number編號 就會完成提交 到時就會有專人聯絡你收機 最重要是你收到的電子現金券 你可以選擇在門市使用 或者eShop使用 最重要是買什麼都可以 這個時候最適合選擇聖誕食物 送給你自己 或者是你身邊的人 只要消費沒500元 即向免運費 就可以足不出戶 在家裡硬腳 就可以輕鬆買東西 所以這次的影片就是推薦剛才說的方法 讓大家可以用到新電話或新電器 這次的影片已經拍到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對剛才說的服務有興趣的話 記得看看下面選擇 下面選擇有相關的連結 大家可以按進去網站 慢慢研究 而且再提到一次大家 大家無論在哪裏交換 都記得要把你的電話還原原廠設定 最重要是記得備份好 這次的影片已經拍到這麼多了 希望你會喜歡 如果你喜歡的話 記得按LIKE 還有什麼想要記得按LIKE 還有什麼想要記得按LIKE 最重要是記得訂閱我 我們下期影片再見 拜拜